圣经小故事 向天主祷告 古代的犹太人每一日固定有三次祷告的时间 祷告是祈祷的人和天主之间一种互动方式的亲密对话 可以说的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种不可以缺少的模式 但是那阵时有很多假冒为善的犹太人 偏偏喜欢在人多聚集的地方祷告 离缘要自己在信仰方面是多么虔诚 而耶稣就交道门徒 无论做什么对天主一定要珍责 你们向人施舍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要默默地帮助他们 不要四次张约 这样你们在天父面前才会得到赏赐的 哦 你们祷告的时候禁食的时候也都要一样 不要刻意向人炫耀 你们天上的父是会看到一切的 老师 那我们应该怎样祷告啊? 是咯是咯老师 我们应该怎样祈祷啊? 是咯 八德鲁 欢迎来你们听着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善人一样站在街头 或者会同当中祷告 你们要找一个地方安静地祈祷 要进入内心深处 诚心地祈祷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哦 原来那祈祷是最好的 那还有 你们祈祷的时间 千万不要以为啰啰嗦嗦 好像外邦人那样 以为重复多次 天父就会踏运 其实这样是没什么意思 其实你们的天父在你们求祂以前 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些什么 哦 那你们应该是这样祈祷的 诚心地慢慢地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秀典阳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共恒在人 愿用在天上 愿你当天上给我们一佣的食粮 愿你宽恕我们的水果 愿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愿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幼稳 但救我们免于恐恶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秀典阳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天 愿我们宽恕和摩鲜 愿我们的水果 愿我们的水果 愿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行与幽华 但救我们面与康罗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阳 当耶稣来到门徒中间的时候 他们向耶稣请教应该怎样祈祷 耶稣告诉他们应该称呼天主为阿爸父 耶稣不单止给门徒介绍阿威一个新的名字 也都告诉他们祈祷不等于啰啰嗦嗦一连串的说话 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心中激发出来的真话 耶稣向门徒启示了祂的降生 天主圣神的降临 我们能够分享天主的生命 我们既能够分享耶稣的神圣 因此我们都能够称天主为阿爸 耶稣教导门徒所念的天主经 就是整个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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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天主祷告 声音演出 陈知名副主教 蔡雅港 袁汉波 闪家梁 王凯智 郑修宁 蔡华欣 邓志源 陈玉堤 陈美丽 戴家琪 劉丽娟 何卓琳 余君志 袁德川 陈知名副主教 廣道 2011至2012年度 聖母無原罪主教佐堂 聖言宣讀會製作 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1915磅 李廉 国際 李廣賬